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笑想点亮了四面风 清零在春的光焰中焦舞着遍 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 黄昏吹着风的软 星子在无意中闪 细雨点洒在花前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 是雁在凉间呢喃 你是爱是暖是希望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这是出自林徽因文集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她是风华绝代的民国女神 她高雅脱俗又是留学归国 她的优雅大方聪颖灵秀才华洋溢 让当代才俊们为之疯狂 她是林徽因 这是网友用恋爱修复的林徽因 美得令人惊艳 镜头下的林徽因正值16岁 有着大家闺秀的气质 温柔婉约 知书达理 可爱俏理 这年林徽因与父亲 一同前往伦敦生活 就算是和外国人合影 林徽因也不落下风 说她是民国女神 一点也不畏过 林徽因在信中 回忆了她这段伦敦岁月 我独自坐在一间顶大的书房里看雨 那是英国不断的雨 我爸爸到瑞士国联开会里去 到晚上又是在顶大的饭厅里 点着一盏顶暗的灯 独自坐着 锤着两条不着地的腿 同刚刚锤尖的发便 一个人吃饭 一面咬着手指头哭 问到实在不能不哭 理想的我 老希望着生活 有点浪漫的发生 或是有个人扣下门 走进来坐在我对面 同我谈话 或是同我同坐在楼上 炉边给我讲故事 最要紧的还是有个人要来爱我 我做着所有女孩做的梦 而实际上 却只是天天落雨又落雨 我从不认识一个男朋友 从没有一个浪漫的人 走来同我玩 实际生活上所认识的人 从没有一个像我所想象的浪漫人物 却还加上一大堆人事上的分酒 在孤单的房里 困着孤单的林徽因 像是个寂寞女子 在冰冷的雨季里挣扎 就在这样的心情下 她遇到了徐志摩 来拜访父亲林长民的徐志摩 被林徽因的气质所吸引 马上展开追求 从此林徽因的身旁 多了一个身影 两个人忘记了 绵绵阴雨带来的孤单 说我疯狂也罢 说我有被伦理道德也罢 不管他别人会说什么 我爱你 我爱你 我真想把其他任何字 词 句都忘记光 只记住这三个字 只写这三个字 写下去 写下去 一直写到生命的钟量 这是徐志摩在写给林徽因的情书中写着 没有华丽的词枣 却能看到一片真情 此时 徐志摩已陷入不可自拔的爱恋 是林徽因 他才真正体会爱情的滋味 1921年为了追求林徽因 徐志摩坚决与妻子离婚 石破天惊地发表了一篇徐志摩离婚通告 闹得沸沸扬扬 众所皆知 人们印象最深刻的 是在通报上的最后一段 我将在茫茫人海中 寻放我唯一只灵魂伴侣 得知 我性 不得 我命 虽然受到大诗人的疯狂追求 林徽因的心中 却有过不去的看 毕竟徐志摩已经有妻有子了 他留下一封我回国了 伦敦使我痛苦地分手信后 便与父亲回国 告别徐志摩 信上写着 我走了 带着记忆的锦盒 里面藏着我们的情 我们的疑 已经说出和还没有有说出的话走了 我回国了 伦敦使我痛苦 我知道您一从柏林回来 就会打火车站直接来我家的 我怕 怕您的沸腾的热情 也怕我自己心头脚痛着的感情 我 会将我们两人都烧死的 原谅我的雀诺 我还是个未成熟的少女 我不敢将自己 一下子投进那危险的漩涡 引起亲友的误解和指责 社会的喧嚣与匪难 我还不具有抗争这一切的 勇气和力量 就这样徐志摩和林回音 就像两颗偶然交汇的行星 短暂交汇后 又回到各自的运行轨迹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惊异 更无需欢喜 再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 我有我的 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汇时 互放的光亮 林回音回国后 却没有进行酒居 1924年 他与后来的丈夫梁思成 一同前往美国 在宾州大学学习建筑 1928年 林回音与梁思成结婚 从此事业与爱情 紧紧地把他们牵在一块 在此后的婚姻生活里 无论田间农舍 还是荒郊野外 林回音都不辞辛苦 一路相随 他们的足迹走遍了 中国200多个县 梁思成与林回音 共同完成了 史诗般的居住 中国建筑史 1931年11月 徐志摩收到 林回音的来信 说要在北京举办演讲 徐志摩搭上飞机去了 偏逢大雾天气 飞机失势 畜山爆炸 徐志摩身亡 一个礼拜后 梁思成专门 去徐志摩失势地点 捡了一块飞机残骸 交给了林回音 林回音将这块残骸 一直挂在床头 来纪念徐志摩 这一天 距离林回音 与徐志摩 在康桥的邂逅 已经过去了 整整十年 轻轻轻地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地来 我轻轻地招手 坐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流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燕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悄悄地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地来 我挥一挥一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正如诗一样 徐志摩 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1954年 这一年的秋天 早晚的温度都很低 梁思成和林回音 都病倒了 两个人住进同一家医院 春节过后 梁思成的病 稍有好转 就到隔壁病房 陪着林回音 说说自己小时候的事 说久了 就让林回音闭上眼 好好休息 而梁思成 则紧紧地 守在林回音身边 看着林回音 生命一天一天衰竭 梁思成唯一能做的 就是陪着他 握着他的手 等待奇迹的降临 1955年3月31 夜半 林回音忽然用 微弱的声音 对护士说 我要献一献梁思成 护士回答 夜深了 有话明天再谈吧 隔天林回音 没有等到梁思成 就此走完绚丽的一生 华丽谢幕 十年51岁 很多时候 最炙热的爱情 往往无法永久 像烟火一般 散发短暂的光芒 就如同林回音和徐志摩 另一种爱情 就似细水 两个人在一起很平淡 却在点点滴滴中 才能体会爱情的温暖 就像林回音与梁思成 再美的爱情 再深爱的情侣 也注定会有别离的一天 但在别离后 留下的是一段 净水深流的真挚爱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